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小编就依应了一下下 纯属个人脑洞哦 金灵 父亲 我 我有话要说金子轩 什么话 说金灵 父亲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金子轩 谁 是云梦的人 金灵 父亲 你怎么就知道云梦的人 金子轩 如果是云梦的姑娘的话 我就去给你提亲 阿里也是云梦的姑娘笑金灵 父亲 娘亲已经走了 谁叫你当初嘴见呢 要不然还能多与年轻在一起待几年呢 金子轩 谁告诉你的 脸红此时 赤瓜群众开始议论 当初就是他说不满意江姑娘 后来又说 不是的 不是的江姑娘 不是我母亲 不勉强 我一点都不勉强 金灵扯开话题 金灵 她不是云梦的人 是姑苏的人 金子轩 姑苏 蓝家人 蓝家的女修很少啊 金灵 算是蓝家人吧 也算是 温家人 小声金子轩 温家人 你说温家人 怒 此时 金子轩也猜到金灵所说是蓝家人 金灵 父亲 那时候的事他都不知道 那时候他还小 什么都不记得了 与他没有干系的 何况现在他都是彻彻底底的蓝家人了 金子轩 那也不行 就算是蓝家人也不行 何况蓝家人也不行 何况蓝家人他 他 他是个男的 你 怎么也学了威武写那段秀之风了 绝对不行 金灵 那就就不已是 小声金子轩 长成那丝 莫要再起 还不如与狗对酬年了 金灵 父亲 舅舅可是娘情的亲弟弟 你的亲小舅子 金子轩 我才没有他那样的小舅子 金灵 我不管 我就要与他在一起 你不答应 我就搬去咕嗦住了 反正舅舅金瑞也在咕嗦 你就在家里自己想念娘亲吧 哼 于是金灵搬来了咕嗦 嘴上说着与父亲吵架了来见舅舅 但死追却是高兴的 理由不重要 重要的是金灵过来咕嗦住了 想看后续吗 想知道金子轩是如何同意金灵和死追的婚事吗 下次再告诉你